注意看,两只打工豹正在享受捕获来的猎物,却被猎老二给盯上了,这时的打工豹就有点坐立不安,他们知道猎老二出现就没有什么好事发生,打工豹试图要把他给驱赶走,可是猎老二并不买他的账,而刚好不远处又走来了另一只猎老二,这时的打工豹就开始有点心慌了,猎豹天生胆子小,而且咬合力也不及猎老二,要是真干起来吃亏的还是这两只打工豹, 所以猎老二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子就把这两只打工豹给赶回家去,轻轻松松的就继承了人家的战利品,可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,猎老二可以依靠抢夺来获取别人的食物,熊狮也可以以欺人之道,还之欺人之身,他霸道的跑了过来二话不说,就将猎狗的东西给占为己有,两只猎狗屁都不敢放一个,直接灰溜溜的掉头就跑,猎物一波三折最终就落入到了熊狮的口中, 而猎狗们也只能在旁边傻傻的看着他把食物叼走。